Live OK 好这个时候呢 我看一下还看还在转 OK我们已经在这个963的面部了 Hello大家小虹 小虹好今天是星期一 那今天呢我们在线上呢 有一位魅力行男 他现在在小红点的某个角落 在他的车上等待要上线 他也是第一次这样特殊的一个情况下 上线接受访问 是我们先请船只大哥 跟在FB Live的听众打个招呼好吗 Hello963FB Live的朋友们 大家好下午好 是其实船只 你打过B了吗 船只大哥你呢 我还没有呢 我连水都还没喝呢 对因为船只大哥 其实今天的那个行程拍的满满的 在跟我们连线之前 他刚刚才完成了一个会议 对水都还没喝到 辛苦了 对对对 车上有吗 车上有吗 有有有找到 赶快补充一下 补充一下水分 我至少他在车里头是有冷气的了 不然会好热 OK好了我们 大家看到没有 好喝 这个我喝过 这个我喝过很好喝 真的 不错 对对对 不过稍微有点 这个不是直路 大家不要误会 好我们现在在空中 先跟我们的听众打个招呼 好了我们要上线了 准备了 凡事都有第一次 今天呢在963下班的NG呢 我们这一位大来宾呢 他就说他是第一次呢 在车上接受现场访问 我们要热烈欢迎的就是 大家眼中的魅力行男 陈传之 传之大哥 大家好 是传之大哥 如果说现在呢 你有在我们的FB live的话 他其实是在车里头 今天他的行程非常的满 五分钟前吧 或者十分钟前 刚刚才结束一个会议啊 对不过其实忙是好事了 那传之大哥现在可以透露一下吗 主要都在忙些什么呢 我二十多年来都在保险行业 演戏之前就已经开始在卖保险了 对 我94年开始第一部戏 踏入这个演艺的生涯 不过我在92年就从事保险业了 当时是在什么样的一个情况下 进入保险这个行业 是有前辈牵线 还是你本身其实就对这个行业有兴趣呢 环境所逼 环境所逼 要吃饭 要多赚一点 对对对对 那些那些朋友们 你们可能会记得91年有一个经济风暴 对金融大风暴 91年的金融大风暴 对 我就是在91年的时候 真的今天要谈点历史了 然后当时我是受薪的 然后就是有一份工的 然后那份工作打得非常的不愉快 所以我就决定去找一位朋友 就是在从事保险行业的 所以简直来说 我是被环境所逼 然后就走入这个行业 一进了就28年 我们常说的嘛 危机其实就是一种时机 你看这一做就做了那么多年 而且成绩相当不错 对对对 我不是勇敢 我是被推下去的 所以有时候你回看 你也是要感谢那个 你知道吗 推你下去的人 或是感谢当时那个情境 就是那个金融风暴 对因为如果不是那个环境 就是让你有这样的一个决定 你可能也没有今天这么好的成绩 在保险方面 对现在疫情的关系 所以说有时候命运的东西 是很难说的有时候 对像疫情的关系 可能现在有一些朋友失去工作 可是千万不要气馁 因为呢 这扇门关了 可能有另外一扇门打开了 等你走进去 寻找一个新的机会 嗯 说得很道 不过其实呢 我们认识传志大哥 当然是因为他在目前的 这个戏剧方面的演出了 那其实传志大哥是怎么样 跟这个演艺圈结缘 要说回才华这个比赛了 可能很多人都不知道啊 对对对 所以当时是第二届嘛 对不对传志大哥 对对对对 然后当时是怎么样的情况下参赛的呢 我是通过一个一个好朋友 他他就是推荐我去参加这个比赛 嗯 那个时候需要他们英语 需要什么一个 somebody to recommend 啊对 nomination 对对对 要推荐 要有个推荐者 嗯 然后他就去帮我报名 然后我就去参加 然后被录取了之后 就必须要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 傍晚去上课 嗯 上了差不多整一个月的课 当时 90年的时候 还没有比赛就要上课了 对对对 就是要准备啊 准备那个比赛 就是他有一班 就是可能是半决赛吧 嗯 然后再从半决赛 可能应该是 如果没有记错的话 是40位那么多 哦 再选出来 嗯 进入这个决赛圈 对就在选回 最后一轮应该是 六名男生 六名女生 嗯 总共12位嘛 嗯 可是就我们知道哈 当时呢 其实你已经进入决赛了 可是呢 你却退赛 哈哈哈哈 对对对对 为什么 啊 为什么呢 为什么啊 哎呀 这个哈 这有点小小的遗憾了 哦 这里方便说福建话一个字吗 哈哈 一个字应该还 只要不是脏话 哈哈哈哈 没有没有 这个不是脏话 刚才你说退赛啊 其实是因为那個脑油赛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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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 为什么当时想不开 你刚才讲的那个比喻 非常的生动 用这个粪饼来比喻 被堵住了 对对对堵住你的思维 可是为什么当时就是想不通 就哎呀退赛了 为什么会这样子 其实有一个小小的故事跟历史 一向来我都没有跟人家说过 哦独家 今天就借这个机会 我豁出来吧 很荣幸我们有这个独家 因为当年的我90年 我是刚刚从那个 军 我以前是职业军人 我有contract的 regular 签约的 对是签约 刚好那个时候 我决定不要再续约了 没事我刚好是差不多年近30了 所以我就想如果要早点出来 这个社会闯的话 我应该尽早 就刚好那一个月份 我参加才华的那个月份 应该是六还是七月吧 我也就是辞掉那份军人的工作 出来在外头找到一份工作 那么这份工作呢 一开始他给我的薪水 就已经高过我在军部所领的薪水 那我就那个时候就想顺其自然 反正我参加这个比赛 不一定我会被录取嘛 嗯 那我白天呢就去上班 学习一份新的工作 在一个新的环境里面打滚 到了傍晚呢 我就开车去SBC 以前当时是SBC 在Catricord Hill 就上课 就上郑友国老师所教的课 就上了一个月 就白天去上班 晚上去上课 然后也没有想到一个月后 竟然被录取 要进入大决赛 嗯 我就慌了 那时候我就真的慌了 我就在想说 我应不应该就是比较脚踏实地的 就是捧住我手上的这份新的工作 嗯 还是去放弃这份新的工作 也只不过是做了一个半月最多 我去尝试去当一个演员 我也不晓得我能不能演会不会演 再说这是一个比赛 如果我比到没有赛 怎么办 那我不是两手都接空 你明白吗 两头都不找案哦 两头都不找案 没有一个没有一个老板会说 啊 你要去参加比赛啊 然后你要你要不用来上班一个半月啊 去参加这个比赛 如果你被录取的话 那你就跟我说拜拜啊 如果你没被录取的话 你再回来工作 你跟我讲世界上有这样的老板 我去打工 除非这家公司是你老爸的吧 对 就只关当时那个老板不是我老爸 所以我在很无奈的情况下 我就决定算了 我还是打一个稳战 嗯 拿我手上的这份工作 哎不过听传知大哥这么说 你似乎是没有想过自己会进入决赛 对不对 从来都没有想过 所以你才会之前去尝试新的工作 对我当时不是为我当时不是为了去参加这个比赛 而去辞掉我那个军人的工作 嗯嗯嗯 我是已经辞掉那份工作 然后找到另外一份工作 而且薪水蛮不错的当时 嗯 嗯OK 啊 所以可能参加那个比赛 只是为了可能累积一点点不同的经验 就这样也没有想过自己能够走到哪里了 啊 因为我之前在88年的时候 我就当了一个男模 所以我做男模 没有模特儿 在Carrie Models 从1988年到1991年 嗯 差不多有三年的那么长的时间 嗯嗯啊 那为什么 嗯你说你说 那为什么最终哦 传之大哥呢 还是回到了这个演艺圈呢 我们在听了一首歌曲之后呢 让他在空中我们分享 不过这个时候呢 如果说有任何的问题哦 就是想问传之大哥的话呢 也可以到我们963号FM的面部去哦 963号FM 好了 传之大哥我们现在在FB 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些网友们的留言 是 我们是不是continue 现在还在 对对对 我们现在是在FB哦 不是在空中 可是在FB OK 对 FB可以讲福建话 可以 可以可以 只要都说了 只要不是脏话就可以了 可是我看很多人 对传之大哥的评语 就是挺一致的啦 就是说一点都不老 看起来很年轻 帅气十足之类的话 嗯 所以就要问 说如何keep feet是吗 哈哈哈哈 我可以介绍 我把我的beautician给你 哈哈哈 传之大哥可以透露你 你今年几岁吗 大概 啊几岁啊 我比新加坡还要大三岁啊 你说 哇哇 看不出来 看不出来 真的是厉害 你刚才说你的beautician 现在我们很有兴趣 还有你的personal trainer 顺便也可以 还是你的personal trainer 就是你自己吗 你应该是有常常定期做运动的吧 你这样的行不可能没有做运动的 对 我现在可能比较有纪律性的 我一个星期回去慢跑五公里两次 两次 对 就是可能拜一 或者是 如果它是星期一的话 下一回应该是星期四星期五 所以Monday Thursday 然后Monday Thursday 要不然就是Saturday Wednesday Saturday Wednesday 每个四天我就去跑一次 都是都是 就是会有一群志同道合的朋友一起吗 还是说独自一个人跑 因为有些人说 独自一个人 因为有些人觉得做运动 就是要有 周围有一些peer的一些motivation 慢跑可以自己一个人 而且我喜欢跟上帝说话 而且我跑的时候我就会望天 然后就说天哪 为什么 边跑边怨 饮食方面有没有特别去注重呢 比如说少吃一些煎炸的 或者说少吃一些 你懂吗 就是可能会伤害到身体的食物 尽量 我自己本身反而就没有什么进口 不过还好啦 我本身没有没有三高的问题 不过我的我觉得吃东西嘛 适可而止 什么东西都吃 不过一点点一点点就好 鬼杂我也吃的 人家说内脏啊 什么高胆固醇啊 我说你每天吃虾 都会有高胆固醇 不过你一个星期吃 一只虾 两只虾 应该不会有事吧 对 我们讲物极必反啊 就是你刚才所说的 什么东西都不要过量 都对 每样都是吃一点点 然后均衡的饮食还是最重要 对 这个东西多没有关系 传之大哥的人生智慧 刚刚好就好 没有人会嫌弃的 像刚才你在空中有讲嘛 说你从事这个保险业 有好长的一段时间 二十几年了 我们现在还剩下四十秒 本来还想说 可不可以我们分享一些 你曾经碰过有趣的一些顾客 可以啊 我们现在on air说啊 好吗 等一下我们air说一下好吗 不过我们现在歌曲要玩了 我先进一个那个traffic 然后呢 我们继续在空中聊天 也让在听广播的朋友 可以知道你的这些故事 可以吼 好 可以 stand by 这时候呢 提醒开车的朋友 看到了这则消息 你朝SLE的TPE在Tampines Avenue 10 出口处的地方呢 有辆泡锚的车子 同样的朝大师的AYE 在过了滑岁入口处呢 有泡锚的车子要注意了 面对忙碌的生活 可以让自己和家人可以保持健康 增强抵抗力 健康烙解石 方便了解你每天需要 普通的营养维持健康 严育 改善心情代谢 保持活力 健康烙解石 星期一和三 早上10点30分到11点30分 是由HolisticWay高品质保险 离败 HolisticWay是你最值得信赖的品牌 在各大药房 聚会出售 获打64254100 或浏览 今天在空中 还有在我们的面部直播呢 有船只大哥 瓦看到我们的听众 其中一位秀芬 他说看船只大哥 最多只是38岁而已 对啊 刚才因为在FB 他还有跟我们说 他比新加坡大3岁 对不对 对 完全看不清楚 然后他也分享了 他的养生之道 其实就很简单了 定期的慢跑 然后呢 吃方面呢 其实就是适量就好 也没有特别的忌讳 不吃什么东西 是 然后我们再请 船只大哥在空中 跟我们963听众朋友 打声招呼 963观众朋友大家好 对 听众朋友 不是观众 也有观众 或这个IP来看到我吗 那个观众朋友 看到看到 对 刚才船只大哥就有讲到说 后来参加这个才华 不过呢 到了决赛退赛 那也告诉了我们这个原因 可是后来又怎么会进入这个演艺圈的呢 94年的时候 我这个真的是一个小故事了 我真的是在路上走 就遇上一位祝导 这祝导就过来问我一声 他说 如果现在有一部戏叫你去拍 你先答应我啊 不要像90年现在那 不要像90年参加比赛的时候 半途而废啊 不要玩我啊 不要放他的飞机 对 他就可以说吗 他说你不要放我飞机啊 我帮你连接上 如果你说yes 我就带你去电视台见老板 可是当时 当时你有问他是什么角色吗 大概有问一下 没有问 就是没有问 听到有机会拍戏就OK 所以就纯粹是因为自己很热爱演戏吗 还是你一直觉得 对因为我觉得90年放弃了那个机会 刚才我不是说 那个机会是我非常不想放弃的 可是我为了做了一个非常实际的一个抉择 刚才不是说了吗 一份比较稳当 手上有的工作 跟去寻找一个梦 我就选择当实际的 结果就失去了这个梦的机会 现在有人找我 要不要回去发梦 好啊好啊 求之不得 这个梦不是梦了 已经是变成现实了 那其实传制大哥也曾经说过了 演了这么多年的戏 二十几年 可是呢你是在演了大概十五年之后 才开始喜欢拍戏的 为什么是这样子呢 很长也 因为 因为我这个是可能我们大家比较 拍戏比较资深的一些朋友们 可能就会比较了解 跟有这种同感 就我们刚去拍戏的时候 就是整天只会学 我们讲板也 只会在那边办这个角色 办那个角色 然后就拼命的记台词 然后我们就真的是好像恨不得把 剧本里面的话全部都记下来 然后就迫不及待的讲出去 就要演到一个时段 就是差不多十五年之后 才慢慢慢慢的摸索到 原来之前的演戏方式跟态度 是跟跟应该做的那一回事 是不一样的 是你自己领悟的吗 还是说周围有一些人 没有啊 我们其实除了上 除了上那个一个月的准备课程 去参加才华的比赛的那一段小日子 我们很多新加坡的演员 都没有上过任何正统的训练 对 不像更早期 他们还有以前 对 不像好像我之前去上海 有见过什么上海电影学院 或者是北京什么戏剧 他们上大学的 专属的一个大学课程 我们这里都是自己教导出来的 然后就是去学 自己看别人的戏 然后在拍戏的时候 边拍边学 所以是在那边自己揣摩 然后就融会贯通 自己去消化了 然后再尝试把它做出来 对 我刚才讲15年可能就是一个 就是刚好步入一个 我开窍了 我现在终于知道什么叫演戏了 之前都是在板野 那你觉得你开窍的那一部电视剧 是哪一部呢 那我就不太记得 那就不太记得 总之之后 之后过了那个阶段 所演的一些角色 都开始就是说 喜欢上他们这些不一样的角色 不过话说回来 我早期在SBC的时候 这话可能说出来会有一点遗憾 可能是外形的关系 受到一些局限 对 我要从第一部戏说起 我刚才不是说94年有一个机会 然后就叫我回去拍一部戏 那部戏就是情网 那部戏是情网 那是我第一部完全没有拍戏经验的情况下 去担演第一男主角 对 其实那个时候你还没有签约 对不对 就我们了解 应该是边拍边在谈 我记得那时候那个戏是急到那么样 我根本真的没有时间去准备 就说要去学 比如说去进去摄影棚 或者是跟班之类的事情 都没有时间 直接把你推进这个大海 就直接去做造型 就真的是边拍边被骂 边拍边看导演的脸色 边拍边给力真骂 也让他们很难过 因为她是我的女主角 另外一位女主角 就是可能大家可能比较少见的 梅娇 梅娇姐 梅娇姐有啊有啊 对 对对对 对就是这两位 就是因为我的无能当年 所以他们也被我 别这么说 因为你本身也没有经过很好的训练 直接要你直接跳进去 就是开始游泳 我觉得这不是一件非常简单的事情 不容易 因为你要经过东西太多 因为拍戏怎么讲不知是光眼的 还有一些什么走台位啊 然后又做什么灯光啊 这些有的没的 就是技术上的一些知识 对对对 比如说我们拍戏的时候 不要挡着对方的光线 那也是一门知识 学问对 哇所以要消化的东西 在短时间要消化的东西 真的是太多了耶 那个时候 所以我 所以我记得我第一个月去上班拍戏的时候 每天就是给人家骂 然后早班 早班大概七点半左右 就要到电视台 不到凌晨一点半 是不会看到床的 每天的工作时间就是那么长 你说你演了15年的戏 才喜欢上拍戏 才领悟到什么叫演戏 那如果说今天可以让你选一部 或者说一个可以重拍的角色啦 有没有哪一个人物呢 是你想重新去揣摩的 有啊 就是第一部戏 然后要再次跟梅娇姐 跟栗珍姐一起对戏 对不对 是不是 对 可是以我们现在的年龄 可能不可以再当那种角色啦 没有啊 基本可以稍微 可以做 都可以做阿公阿嬷 其实像你偶尔还是回去有拍戏嘛 所以分配到的 都是这些比较成熟的角色了 对 是吧 OK 一开始会不会有点难接受啊 偶像包袱 也不能够说不 从来就没有想过可以不可以接受 反而我觉得这个我的态度是 这个戏的角色有没有的发挥 啊 对 那现阶段的你啊 最想接到什么角色 因为之前你接受早报的访问嘛 你是说戏影呢 确实是犯了 那现在现阶段的你最想要接什么角色呢 比较灰的角色 为什么呢 因为我发现我们本土的电影跟电视剧里面的角色都是黑白分明的 就是好人就好到没有人有 坏人就坏到无厘头的没有 不过其实人性 就非常分明的 可是我觉得在人性 刚才你说的 人性 对 人性不是这样的 在适当的时候 说不适当的话 就说错话了 嗯 对 可是你在不适当的时候 做对的事情 你就是变成一个恩人 嗯 很多时候就是这样 所以我想演一些比较灰的角色 比较无奈的角色 嗯 所以对比过去 你现在在演戏啊 接戏的时候 那个心态 还有出发点 应该很不一样了吧 对 应该很不一样 以前真的是啊 年轻嘛 就希望可以拿到一些 比较可以板铃铃啊 然后有戏啊 这样的 很多时候啊 当年的我 可能刚才就说到一半嘛 因为外形的关系 就是很多部戏 都找我去演坏人 演复兴人 演那种 有多过一个老婆的人 可能就是因为 我有那张脸哦 有条件 非常有说服力的脸 有条件可以做复兴汉 所以我演到 有点腻啊 真的是有点腻啊 是啊 好 当然我相信哦 因为今天时间的关系 可能没有办法在空中 跟传制大哥多聊 不过呢 我们还有一点点时间 在这个FB Live 所以我们 就是下了广播之后呢 如果可以的话 大家还是可以到我们 963号FM的这个面部呢 跟传制大哥多聊一下子的 963号FM 提醒你 今天是 今天是8月17号 星期一 好了 传制大哥 我们还有点时间 我们在FB Live 刚刚我们有那个问题 我们没有问到 就是你当这个 当这个保险经历那么多年 有没有遇过一些 比较不一样的顾客 其实我一直很好奇 不一样的顾客 对 就要劲爆的 弄很劲爆的 我看比较负面的东西 我们就不说了 比如说 客户怎么掉呢 你啊 客户怎么掉呢 这些我们就不说了 这些基本上只要做客服都会碰到啦 对对对 不过你说到那些比较有趣的 我要跟你讲 一直上 你都要保险吗 有些人看到保险行销员就好像看到鬼 这样 哇你卖保险呢 然后他就跑 又要跟我拿钱 难怪你对我那么好 你卖保险的 你要卖我什么 卖什么 居心不良 然后我要说的一点就是 我做了这个行业很多年 很多同行的都有一个同感 就是保险很多时候 都是需要人家去叫客户买的 很少人会自愿自动找上我们来买 因为这是一个我们我就比方说了 我就用一个很极端的方式跟大家分享 我说今天如果是买包包或者是买一个旅游配套 我们都会自己上去那个店去询问是吗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得到的后果是一个enjoy 对 是一个positive很正面的一个enjoy 而且当下可能就可以享受到的 就享受到了 我要买一个包包为了奖励我自己 这是很正面的事情 可是负面的东西 买保险 为了什么 为了住院吗 现在住院不是去hotel 后来是去hospital 哪里有人想要去住院的 蛤 买包写是为了什么 为了自寻短见早一点死吗 哈哈 这是很负面的 就好负面到怎么样 我说请问你哦 大家都知道通货膨胀吗 嗯 反正30年后的棺材会比现在的还要贵 对不对 哈哈哈哈 你会现在去买吗 没有人现在就去买我还没有死哎 不过我想去买我买个棺材 我自己选咯 嗯 不过 没有人呢 不过我觉得现在的年 特别是年轻人吧 可能接触啊 接触面的也比较过 应该应该啊 对这个保险的概念 可能过过去比较不一样了 对不对 这个观念现在已经改善很多了 对 我们英语叫financial planning 对 或华语就是财务管理 对 像我这种年轻人哦 就是会主动找agent的啦 哈哈哈 那就好咯 哈哈哈 不过我说 有一些比较有趣的事情就是 当我们 接到一通电话有人来询问 他要买保险 我们第一个反应是 你什么事了 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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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突然间会想保险这回事呢 嗯嗯嗯 因为还是比较不多见的事吗 传志大哥 对 因为我经历过好多个case 嗯 都是已经病了 就是身体上已经开始出现了一些问题 他才自愿自动的找上我 哎呦我传志你可以帮我看一看这个这个 我就说了之后我就解释了之后我就说嗯 你老实说那里不舒服 哈哈哈 哈哈哈 他还讲哦 其实我下个月就要去什么医院呢 bl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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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说哎呀不可以了 嗯 你要呢就要在六点半啊不是 sorry 你要在六点之前就要去买好这对质 什么意思呢 你要懂吗 听不懂 哈哈哈 因为买万支票六点就关了 哈哈哈 所以你有时候也是要看时机啦 对吧 啊对 看时间点很重要 不要等到万支票开了你才说要买 没有早知道这件事情 太迟了 啊对 哈哈哈 这个也是传志大哥从事这个行业这么多年 哈给予我们的好听众 还有在看FBLive的朋友的忠告 是非常谢谢传志大哥 今天真的要在很不经意 然后觉得身体还可以的时候去投保 不要等到有问题了才来询问 有时候太迟了 是是 当然我知道刚才有没有讲啊 传志大哥其实行程蛮忙的 其实蛮忙的蛮忙的 蛮忙的 不会我可以跟你讲到七点 哈哈哈 你请我吃饭 哈哈哈 OK来大费啊 等一下很想 嗯传志大哥出销卖保险 哈哈哈 你再发多五十个问题吧 哈哈哈 好了真的不要再不好意思再打扰你了 因为你刚刚刚也刚开完会嘛 对对 休息一下了 很高兴跟大家见面 是 其实这次能够安排到传志大哥上节目 也是一种巧合 因为我就在就在FBL 就是看到他好像在一个朋友的那个栏目上面 就是留言 然后就想诶试试看吧 诶没想到 传志大哥就回复我这个思续了 谢谢你 谢谢 等你等很久了 哈哈哈 下次呢 有空啊 就等疫情稍微比较稳定之后呢 一定要来到我们的直播室做一做了 对 一定要一定要 好 谢谢你了 好 谢谢传志大哥 好 身体健康哦 生意新龙 拜拜 拜拜 谢谢 保重